我是土生土长的棉竺人 从很小的时候就知道 过年的时候我们要张天年画 棉竺年画是龙墨重彩 他喜欢单线平图 然后用非常热烈的这种颜色对比色的形式去描绘 这对门神就是我们传统棉竺年画的一个立锤门神 他是一对武将像公笔画一样 一笔一画描绘得非常的精细 人物也是传统的造型 我们作为飞移的传承者去把它延续下去 就是要做到一些创新性的这种转换 展示我们新时代新风貌的一些年画作品 传统的门神的年画 比如说我们的秦琼玉池公 他们都是一个比较威严的形象 在老百姓心中就有着辟邪正宅这样的作用 那么在我们的新时代下 其实人民警察也是老百姓心中的这种庇护神 所以说通过年画和公安相结合 创作了这个熊猫门神 因为熊猫也是我们四川的国宝 它就是有人民警察 护卫人民安居乐业 守卫着我们的精神家园这样一个形式 棉族年画它除了门神类这一个大类的题材 它还有反映老百姓美好愿望的中堂画 然后还有一些细出年画 各种各样的题材 它年画里面都有呈现 我觉得创新它并不只是我们视觉上的一种年画题材的这种创新 它主要还是通过年画这样的形式进行一些宣传 我们尝试性地做过一些年画的表情包 受到了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喜爱 通过我们的创新年画 在互联网上的这种传播 让更多的年轻人关注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 也有更多的人走进年画 随着我们年画创新的不断地往前发展 年画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 比如说我们服饰上的一些年画的元素 然后还有我包包上的一些侍女图 还有年画和鼠绣相结合的一些刺绣年画等等 还有年轻人喜欢的那种冰箱贴 比如说我到了免竹我可以带走一个 有免竹年画门绳的这种冰箱贴 都是我们创新性转换和发展的一些结果的呈现 我未创新的屏幕的